看密海洋生物解锁海鲜美食 大家好我是老郭 没什么螃蟹 一只小蟹 每个人都见过吧 很多人都叫它蜘蛛蟹 杀人蟹 实际上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干四巨鳕蟹 拉丁学名 主要生活在500到1000米的泥滞海底 大家看着挺大 其实要是跟成年个体比起来 那就是一奶奶 目前一只最大的一只 B展张开能有4米 我身高是1米8 比我两个个头还高 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蟹类 而且还长寿呢 活该百把式年事没问题 一会儿就给它试个车了 不知道因此会不会长寿啊 先跑 后吃 开场 干四巨鳕蟹也被叫做Dedman Crap 意味吃死银蟹 在国内放映时 由于其巨大的体型和恐怖的外表 被印一为杀人蟹 大家看一下长腿猪母的外形 是不是更枯似干四巨鳕蟹 尤其是五对锋利竹节状的蟹爪 站立起来简直一模一样 大家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凶猛 它在水中的爬行速度是很缓慢的 食物的来源更多是一些腐蚀性的食物 我们从这对凹竹就能看出来 并没有多少杀伤力 它全身带有橙白相间的斑纹 壳上布满大小布衣的油土 头部两侧长有树对的大吉 眼珠的就藏在极刺的里面 虚的嘱咐各一对 这是它的嘴 标准的板牙形态 往下看 从这个肚球的形状 看上去应该是制弓的 要是母蟹的话是圆的 来 看这个部位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认识的小伙伴可以打在弹幕上 好了 准备开盘盒 看看肥度怎么样 一会做个蒜蓉粉丝整 先把大腿卸了 饺子盖剪了 肚蟹别冷里面有用啊 哎 这个加油枪是螺旋形的 很硬 里面是空心的 不要了 肚蟹是冷一边 看了啊 里面应该有不少货 全是干一线的 怪不得能长这么大 消化系统发达 这个撕了皮就不要了 有点盖化了 蟹壳里有个蟹位去掉 大半牙拔了 看 非常的坚硬 一会就用这些稿 整个鸡蛋梗 大家注意一点 蟹黄的颜色和长线 非常的靠彩 处理的时候 你可别忘摘出来 你瞅瞅 这一大条子 别忘了 肚蟹里还有一股肉 也给它摘出来 要不然缩了一嘴 然后用滤网冲洗一下 我怎么感觉要翻车呢 你们盲菜一下 会不会翻车 蟹肾的部分去晒 剪成大块 不咋肥 蟹腿脚开去半壳 腿的肉还是挺饱满的 全部煎好 开始制作 先把粉丝用双龙酱拌一下 入点底味 铺在盘底 蟹肉蒸之前先拍点生粉水 这样会更好的锁住鲜味 满好堆形 铺上酸溶酱 上蒸过大火蒸汁5分钟即可 最后撒入葱花 热油吃辣 淋露海鲜汁 扣盖 这就好了啊 剩下的蟹黄做个鸡蛋梗 完整打入四个大胆 倒入1比2的水 和蟹黄一起搅拌均匀 不用放盐 蟹黄本身就很咸 扣上保鲜膜 开锅上汽大火整至8分钟 最后冲油一搅 淋露蒸鱼骨油 OK 开始试吃 哎呀 好长时间没整这么酱油的菜的 盘子太大 特意去朋友来整的 来吧 尝尝吧 先整个蟹腿 哎 你看看这个 腿的这个柚子啊 还是比较饱满的啊 哈哈哈哈 这个皮 不过 还行啊 虽然说这个柚子啊 有一点面豆啊 因为它毕竟不是活的 但总体上说得过去啊 和帝王蟹的那个腿差不多 说香味特别浓郁 虽然这么处理啊 麻烦点啊 但是你吃起来方便的啊 这一吐肉一块大油 满足啊 老满足了 肉还是很多的 看这肉 这什么有筋肺 过瘾啊 尝尝粉饰吧 粉饰啊 是我的最爱 百吃不腻啊 这点现的味啊 全泡在粉饰里了 绝了啊 重点来了啊 鸡蛋羹 全是黄啊 感觉有点苦 说不好这个味啊 那肯定不是坏的 我觉得就是螃蟹冻的原因 活的不应该 但做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做总结啊 大家在处理这种大型螃蟹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得分解给它去整 要不然甚至没等熟呢 腿老了 白下着昂贵的食材了 好了 这期啊 咱就到这里啊 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感谢一键三连 下期视频继续打货 拜拜